尤其是中国科技领域 从过去对芯片的丝毫不通 到现在芯片行业的崛起 都加速了5G时代的到来 另外 中国的城市化发展也十分的快 各类交通工具高速发展 从过去的自由行摩托车 到现在城市公交 滴滴出行 高铁飞机的演变 都在向这些宣告 中国崛起了 如果你不信 这名外国的美女将向你证明 在最近 一名新西兰美女来到了中国 人生的被中国的城市吸引 竟然都忘记了回酒店 在夜晚的时候 中国的城市还是灯红酒绿 夜生活才刚开始 所以美女只在酒店 休息了一会儿就出去吃交夜了 当吃完交夜的时候 已经到了凌晨的四点 没有想到 当女子看到中国凌晨四点的这一幕 直接感慨 中国真的太强了 之所以这样说 是因为中国城市的四点 已经有清洁工人出来扫大街了 以及中老年人也早早都吃来摆摊 菜市场已经以前进入了喧闹局 这些景色都告诉这位美女 中国的发展快速都是有道理的 这些事 中国的成功与这些底层的人是离不开的 因为这些人的努力才有了如今的发达